一千块钱 今年的税收预估超增四千五百亿 而现在民进党立委也喊话 应该还税于民全民普发一万块 但究竟该像去年的五倍券行事 还是直接发现金呢 民众看法大不同 消费券比较好 这样才能真的刺激消费 消费券比较好 没有什么人潮的商家 因为政府会去push他们 所以会帮助他们增长 当然是现金最好 现金可以做到更多我们想做的事 就是现金也可以直接存款 直接存在银行 比较实际一点 民众虽然各有看法 但根据了解发放振兴券 似乎已是政策方向 根据掌握讯息 行政院通盘考量 因为若是直接发现金 人民感受确实最直接 使用范围也较广 但缺点是一旦民众存起来 就无法刺激消费 假使是发放振兴券 虽然可以刺激内需 但非消费用途则无法使用 年关将近了 如果实质的发现金 可能对于民众来讲更好用 其实最快的方式就是发现金 新加坡他当初跟美国一样 他一样在发现金的时候 他的速度其实也是非常快 比如像以前我们的三倍券 五倍券 这种东西才能够 跟我们的经济的复苏 有结合在一起 财政部代理部长 这番话透露端倪 至于发放时间点 虽然朝野立委喊话 在春节前一次发放 可以让民众用于年节开销 但预算编列和立法院审查 恐怕来不及 而根据了解 目前府院倾向 分两阶段发放 第一阶段在春节后 大约二三月左右 先发五千元 暑假六到八月之间 再发五千元 我们会找一个时间来开 我们的国安高层会议 应该要有什么样的作为 来应对明年的情势 那么重点是 钱要花在刀口上 还税渔民究竟该用何种形式 以及要在哪个时间点发放 虽然都还在讨论阶段 但无论如何 经济成长的果实 全民都能享受得到 三月球王家红林坎君 周凯SG小组台北报道